好幾位 部長他們現在很緊張 準備上台 其實這是我第三年 第三年 來支持我們這個 星空下 歌唱還有創作比賽 每年呢我都很 很感動 很感動我們的學生 很激情很努力的 在現場 表演唱歌 還有他們的創作作品呢 都是很棒 大家要了解 我們的學生其實有時候 工作繁忙戶外活動也很繁忙 可是在這繁忙之中呢 他們還能夠 個人或者組合 來唱歌 表演 準備真的是 很了不起 我們給他們掌聲鼓勵鼓勵好不好 掌聲我們的同學 謝謝 更令我感動的是 有些學生 我了解他們 平常少用華文 可是因為要參加這個比賽 就要學華文 用華文 有些學生呢 在創作的時候 還要看他們的課本 中學啊還有初中的華文 課本 用這些材料來創作編曲 真的是不容易 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也更有 禮物更深的禮物 這個 這個我們 課本 課本的材料 在這裡呢 我真的是要感謝 我們的 幾個 幾個夥伴 彈唱人 早報 還有 當然我們的 特朗華文學習委員會 的 這個組合 大家呢 一起努力 在每年 每年都 來一起 舉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的學生 有機會站在舞台上表演 今年是第十年 在十年內呢 有超過五萬的學生 參加這個比賽 對我來說呢 這是很有 這是很鼓勵的 因為 就表示這個 活動 有很多學生 都有興趣 覺得很有意義 我希望呢 將來 這個 新搖 歌唱比賽 星空下 會越辦 越好 更多的學生 愛上華文 還有更希望 將來 在通過這個比賽呢 我們能夠發授 我們的心心 未來的孫燕姿 未來的JJ林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部長 也感謝部長 這一年來的支持 要請請部長留在台上 因為接下來 部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部長 頒發紀念品 給我們今天大決賽的 評審老師 首先 讓我們掌聲 歡迎 李廢輝老師 本地資深音樂創作人 資深歌手 還有歌唱導師 李廢輝老師 他除了擔任我們大決賽的評審 也是我們半決賽的評審老師 再次一個掌聲給 廢輝老師 謝謝廢輝老師 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蘇智成先生 他也是本地的歌手 與演員 也是我們決賽的評審 也是資深的主持人 多才多藝 多機發展 謝謝蘇智老師 再來我們要歡迎的是 文慧如老師 慧如目前在台灣發展 難得回新加坡 支持我們星空下的大決賽 他本身也是一位歌手 跟音樂創作人 相當的有才華 謝謝慧如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 宗文森先生 他也是教育部 課程規劃與發展司 第一司母語處 主導專科督導 文森老師呢 每一次評歌曲都非常的犀利 對同學們都很害怕他 再來我們要感謝的是 教育部學生發展 課程司 藝術教育處 藝術教育員 李騰毅老師 感謝李騰毅老師 今天擔任我們大決賽的評審 謝謝你們 這個是我們有的